我们聊一个非常羞耻的话题 叫做 学姐生和胖学弟 hello大家好我是赖 我是保镖 最近呢我们做了很多这个硬核视频 似乎我们成了一档 大型网络辟谣节目 所以呢我们觉得啊 应该跟大家多聊聊天 有很多小伙伴 说说说想那个 八卦 八卦一下 我们今天呢聊一下 姐弟恋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鼓掌 从哪聊去呢 看下小超 看下台本 先聊聊是怎么看上对方的 大家是怎么瞎的 从来没有想着 找一个比我年龄大 统计以上讲啊 我的这个 这个 就是前女友 前女友们啊 这个比较严谨 都是我的学妹 但是呢 我觉得咱们鼻姐可能 好这口 是吧 你还自己来说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就是我之前前男友们 也普遍都是比我大的 同级的都几乎没有 然后 几乎没有 对 我觉得同级的人看上去 不够可爱 白白嫩嫩的感觉 好像可以欺负的样子 我觉得突然好像 觉得这口还挺不错的 你们看 我觉得他就是马后胖的 他天天跟我说 他喜欢那个 你喜欢那个 吴彦祖 大名公词里面的薛少 宋承献 跟这个款式完全不一样 跟我格格不入 对不对 反映出来一种 很普遍的状态 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无管的 我们只能 被动地接受这 酷逼的生活 你怎么说的那么凄惨呢 姐弟恋呢 社会上会有一些偏见 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是羡慕 那我的恋爱密集啊 其实没有什么 我就是天赋一饼 不过我感觉前几年的时候 接受度不是那么的高 男的年龄大了会疼人嘛 那不还流传一句话 叫女大三暴金专吗 这我觉得可能是从 不同的角度吧 从女生这边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爸妈普遍 会希望长年龄大一些的 之前我同学跟我说 大十岁都是可以接受的 女大三暴金专 它是从男方的角度去考虑的呀 姐姐可以照顾弟弟呀 大家站的立场不一样好吗 有道理 谁大食吃亏 对谁大食吃亏 谁大食吃亏 就是从我自身观察 感觉男生的心理年龄或者心智 其实不如同女生成熟 普遍呢 我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反倒是女生在 很多事情上的事相对成熟 跟进入进行 你妈个头啊 我就很没玩 本身女生就希望找一个 活地乱了 就是说呢 女生大对于男生来讲 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呢 对女生自己呢 只是差一些的 比如说呢 像我们两个以前 不是以前 现在吧 自我感觉 可能有时候还是她让着我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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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非常不好意思 对 但我还是想说一个优点啊 对于有一些姐姐来说 其实它是可以满足你 柔令别人的快感 从小 我跟别人一起玩的时候 虽然别人是 可能比我年龄还要大 但是我老被别人认识是姐姐 是因为我长得比较老吗 唉 可能是吧 看我的托马斯贼弦战 你确实是会比较喜欢你做姐姐的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满足你个人内心的一个诉求 最后行了 一个缺点其实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人而异的 只是说可能还是跟你的性格啊 跟你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 都有关系的 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 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它只是执念 喜欢就蛮事 互相伤害 那就聊聊比较私人的吧 我们两个人的优缺点 那我说了啊 说吧 优点就是做家务 太重要了 我觉得做家务这件事情在我心目当中 加分可以从这里加到这里 但是我不做家务啊 我也做 不做吗 我被迫呢 强迫使习惯成为自然语 对吧 然后 我觉得你的眼光还是挺好的 缺点就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特别端着嘛 见人的时候 一定要弄那个头发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在家想拍Vlog 然后你说不行 我不能拍 拍完脏脏的乱乱的 太丢人了 就我觉得没必要嘛 可能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执念 总觉得就是说 会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去 就感觉让自己很不适 可能是 类似这种心态的东西吧 那你说我该怎么改呢 我觉得你拍视频就 就多表达自己呗 好的 那以后就多拍Vlog 想看小薰的 一定要在弹幕里给他 多支持一下 想看了 聊天象的 弹幕支持 点赞支持 应该你说了 应该我啊 优点的话就是 哎呀我怎么想这个感觉呢 表面表撒 这个实际呢 我觉得还是 这个这个啊 叫什么 小小小小小女人 啪打死 啪啪啪啪啪啪 实际上特别纠结 选择恐惧症 经常跟你说 你看这家衣服好看 还是那家好看 你说我是出去玩呢 还是不出去玩呢 嗯对 那既然说了 我就说有点 就是说缺点吧 我觉得缺点是最明显的 因为这个天天吵架 印象非常深刻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决策 几乎99.9%的决策 都得最后我来敲底 否则呢 这件事是推行不下去的 对吧 然后我就说最大缺点 最大缺点就是这个 脾气有点差 脾气有点差 你脾气好是吗 都差不过 还不得你妈了 但是我觉得比我要差一些 拉倒吧你 之前那个我们分享过 对吧 就做视频 做视频 打个人 不好意思 做视频这件事情 制约我们产量最大的因素 就是经常吵架 如果没有吵架 我们视频的产出速度 可以提到至少1.56% 所以所以别人两个人 做视频是加速度 我们是互相伤害 对吧 因为我们平时 就是无论是我们写稿子 还是拍摄 甚至后期剪视频 就经常有这个意见不一致 如果要是两个提好的人呢 他可以去很耐心的去沟通 那我们两个人经常说 我这个不行 然后你也说 我这他妈也不行 谁也不去签救谁 然后这个就拖着 你干嘛不签救我呢 我本来想签救我 但有时候看你生气的那个状态 行了 吐头完了 反正就是 我们两个脾气都不太好 那种 以后如果再脱更了 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视频底下说 你俩是不是又吵架了 不是 不要用问句 你俩不要吵架了 就可以快速更新 大家掌握了秘诀 好休息啊 是不是 OK 好了 今天聊到还挺多了 我看到录了半个多小时了 其实我觉得 录的这样视频挺好玩的 这样的一方面呢 对吧 我没有这个 不用写稿子啊 啊 水一水 对吧 不是 呸 可以跟大家聊聊自己的感受嘛 其实我们觉得有时候聊聊感悟也挺好 对不对 哦 不好 不好算了 干嘛呀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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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领导发话子很好 不生效 行 那就如果大家觉得 这种视频挺好玩的 可以继续录啊 可以啊 弹幕鼓励一下 点赞鼓励一下 投币鼓励一下 收藏就不强求了 下期再见 有动画 有什么想聊聊的话题 评论区留言啊 我们可以找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看的 然后录一些视频 好吧 拜拜